今天是一期大逃的开箱事情 到了好多小众社团的手帐交代 一起来看看都有啥吧 首先是吊吊超级好看的转转池 你们给我推荐的就入了几款 还有捕获的阿玛丽丽丝手帐本 法灵公主的新款交代 以黑化和国潮法都到啦 接下来是新入的豆芽匠 还有切尔的整卷 两款人物都好可爱啊 下面这款是线鸟纹社的交代 暴风特别清新哦 接下来这是小奶球 比较复古的一款 捕获的前一点交代 每个款式都入了两代 满满的一箱交代啊 除了刚刚开过的豆芽匠 切尔小奶球的交代 还有咕噜泡泡的 胖柔柔的 卢比的 还有橙子的交代 你们的巧巧同学 立志要把你们给我推荐的交代 全都招纳到我的后宫里了呀 好啦 最后一箱是各种文具 首先是一款很小清新的手帐家 还有新入的新的恋人文字交代 各种小清新复古的格子变迁 雨显的封口贴 每款都很好看哟 下面是新入的 可以DIY的贺卡呱呱乐 评价又好用的文字贴纸 还有大号的货卡套装 马上快毕业的同学都能用到哟 对了 刚刚一到了一堆小麻糬交代 开箱的时候忘记拍下来了 给你们丑丑交代强的效果哈 最上面的我都要垫脚才能够到了 那这么多的宝贝 要把它们安个摆在店铺里面啦 欢迎小伙伴们来店里挑选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